还要带您探讨这个富洋的现象 中国大陆最近发现有不少武汉肺炎确诊的患者 出院之后又出现富洋的反应 外界担心可能还有传染的风险 不过中国大陆学者认为 这患者体内的病毒早就已经死去了 只是采集到病毒的尸体才会呈现洋性的反应 而且至今尚未发生富洋之后人传人的情况 对此我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补充 目前国内是采取三采因才解除隔离 希望可以降低这样的情形 而国内其实也有这么一个案例 住在富洋隔离病房两个月之后 仍然是验出病毒的 因此至今仍然不敢解除隔离 中国大陆不是传出有武汉肺炎确诊患者痊愈后 没多久却又出现了富洋情形 不少人就怕这些患者会有传染力 对此中国的医师说不用太过担心 医师认为患者体内的病毒早已死去 只是采集到了病毒尸体才会呈现阳性反应 虽然台湾和中国对武汉肺炎的采验方式 都是核酸检测及咽喉采验 但不同的是中国大多二采因性就能出院 台湾则是全面提升到了三采因性才能解除隔离 因此在病毒残留风险上降低不少 看看中国现有的富洋个案中 确诊后都采取独立隔离 而且目前也没传出再度人传人的案例 对比国内有没有类似个案 就怕灰师富洋隐忧 指挥中心强调 没有确定病毒百分之百消失就不会让患者出院 专家也说台湾从医院就做好严格把关 要出现富洋传染的案例可能性不高 武汉肺炎难对付 现在中国又传出富洋个案 虽然没有传染案例 但还是引发外界担忧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